再一个是腾哥的礼物 让我们欢迎王牌贝斯手 沈腾 腾哥在你心中是什么形象 神 宝女之神本体 这双人可以把耳机拿下来了 那听不见 那听不见 你们骗我了 哈哈哈哈 花花这歌都是你们年龄段的歌 不是啊 感觉 打子打子打子 如果他是白哥 那你不就黑我 谁啊 我我吃 他来了 哎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什么 这什么 这什么来 怎么回事 傻啊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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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谁啊 哈哈哈哈 这三个招 没想起来他是谁 哈哈 三个招 小哭包 哦 腾哥其实也是男人有泪不轻弹的 这两年膝下有黄金 还是真的 这弹 这天天弹 不哭了好孩子 不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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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老腾 哭的呀 我劝他半天了 我说这是一个女孩选秀的 不适合你来哭 我怎么都没想到 他会说出小可爱 这三个字的答案 以前的感动的环节 还都坐着 我们还可以把这个都 鼻涕什么的都擦桌子上 哈哈哈哈 疫情要退休了 还真的是 哎呀 难受啊 因为他对事物的体验 就非常的细腻 这真是一个 就成为大师的 他的原因所在 他的温暖 他的照顾人 每次跟我们分享 故事时候的真诚 就让人觉得 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 你有需要 我就帮你去穿戏 谢谢哥 有天赋之后 还得付出比 正常人 就是更多的这个努力 舞台一开始 灯光一感到他身上的时候 玩游戏 或者其他的时候 都是精神意义的 但其实很多 上下道具的时候 可能都是会 非常疲惫地靠在椅子上面 闭目养神 他其实私底下是很累的 因为我们节目 也度得比较久嘛 小丽腾哥说 腾哥你多喝水 多睡觉 多吃饭 多休息 腾哥非常感谢你 这么多年 一直在王牌家族 你是我们 王牌对王牌 这个节目的灵魂 所以希望你可以继续跟我们一起 好好把这个节目做好 腾哥爱你哟 爱你哟 爱你哟 腾哥我们游戏组 非常的爱你 腾哥爱你哟 爱你哟 腾哥爱你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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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爱你哟 腾哥爱你哟 腾哥加油 腾哥我们爱你哟 我们爱你哟 请不住各个部门 我是觉得这个爱呀 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 平时相处的时候吧 就是这个多多 多体谅一下对方 谢谢你们努力的付出 我们这个节目的道具 真的是精良 种类还多 种类还多 干活还快还细 因为我是一个特别敏感的人 我去比如说拍戏的时候 那个灰尘一大 我就会心里特别难受 完了之后反应也会特别不好 你看所有嘉宾都不觉得 我们这赶出来的道具会有味儿 会什么的 特别干净 特别干净 而且活特别细 我觉得每个部门都特别争气 虽然王牌对王牌这个栏目组的 幕后工作人员是所有这个全国 乃至全世界各种栏目里面 最爱上镜的一个 从这个总导演吴童 以他为首 你还真别不信 我跟你讲 直接看下一个短片 哈哈哈哈哈哈